為了保養學生科學精學領領 中華市中山高校跟台中教育大學合作 基盤修修主播台外島 透過學生實體了解爆光線形態 修客爆光線未來風向 為爆光線形態環境共同創作美好的環境 中華館管轄會面狂音也就是南路營 目前等經過中華百歲 每一年的修英雄條也為中華館帶來觀光領條 為了要讓小朋友了解到中華高雄的特色 中華是中山高校 是特別跟台中教育大學合作 以改革未來問題方式 讓小朋友以高層的修客方式 關心爆光線的生態環境 這次我們中山國小跟台中教育大學 還有彰化線的野鳥協會合作 我們的自由班跟普通班的學生 一起設計了一個 關心我們八卦山生態的一個課程活動 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李山倡藝在各國發酵 我們台灣也有許多關心到我們自然生態環境的人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小朋友 從設計主題到採訪到收集資料 一直到解決問題 那麼我想這種高層次的思考 我們希望在小學可以砸根 那麼小朋友從所有的一個活動 都親自動手來操作 那我想對於將來他們 由在地出發 那麼擴散到關心到我們整個台灣的一個生態 我想在小朋友的心中砸根 對於小朋友將來的一個環保概念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中山國小這一次的一個 八卦山生態的一個關心解說活動 那我想讓我們的普通班學生 跟自由班學生一起合作 那麼小朋友一起來關心我們的在地 那麼關心我們的八卦山 關心我們的在地的生活 那麼將來會讓他們的生活品質 會更加美好 為研究主題的設計 一直到形態環境調查 都是由學生一處幾個設計 在完成研究之後 也在今天進行新個發表會 分享研究的新個 跟社會議會來賓 分享中華八卦山美麗生態景觀 新中華新聞 北明林 中華 蔡宏伯德